春节快到了 许多企业也选在这个时候来办尾牙 那么演艺圈许多的唱片公司 也纷纷举办了尾牙 像是瑶瑶 温兰 吴克群所属的唱片公司 昨天晚上就洗开了50桌 而且还北京 台北两地连线举行尾牙 不过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艺人们红包 到底会包多少 那么身为唱片公司一哥的吴克群最大方了 他说员工需要多少 他就包多少 穿着超低胸领服大跳 Lady Gaga 性感舞蹈 瑶瑶好久没有大尺度表现性感 原来一切都是为了唱片公司的尾牙 连续三首快歌 舞曲炒热气氛 本土音乐公司抢在年前办尾牙 包括像是吴克群 温兰 瑶瑶等人都盛装出席 当然谈到尾牙要包多少的红包才是最重要 今年一定会超过去年 而且现在什么选情什么都已经前来落定了 大家心情也比较平复 所以大家我觉得公司人越来越多 那今年就会捐很多 习开将近50桌 还特别北京跟台北连线 就是希望陪着一人辛苦 一整年打拼的员工 每个人都可以抽到红包 为新的一年继续打拼 这任何困难都会与台北采访不到